欢迎大家回到我的InspaLang Channel 我发现其实我之前就没录过一条片 是只是用中文跟大家聊天的 所以我今天就决定了用广东话录一条片 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会开始教广东话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香港人 其实并不是的 我的母语不是广东话 不是普通话 不是英文 其实我的母语是台山话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台山人 为什么我会说广东话呢 是因为由我记忆开始 就已经是懂得说广东话 可能是因为看了很多香港和广州的电视节目和卡通片 但是因为我看的节目里面都是香港比较多 所以我的用语也是比较靠近香港 有时我都会混淆一些香港和广州的用语 但是这个也影响不到我平时的交流 由我的高中 即是九到十二年级开始 我就很喜欢录片 大家可能会以为肯定是录一些教中文的片 其实不是的 我以前是 我现在也很喜欢唱歌 虽然不是唱得很好 但是我会和朋友一起录歌 然后做后期放上网 因为不是唱得特别好 我的听众也不是很多 但是在我的听众里面 最多人喜欢的就是一些粤语歌 大家很喜欢听我的粤语歌 来学广东话 然后我就开始教大家唱广东话歌 并不是教大家一些唱歌的技巧 但是就是一些粤语的广东话的发音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当时在Podcast 即是我会用广播 在一些广播的频道里面 很少人教广东话 我觉得有这样的需求 我就开始教大家广东话 谁知道我很意外地发现了 大家很有兴趣学习这类型的内容 对我来说我都很开心 因为我都很喜欢广东话的文化 因为我本身是广东人 我都很喜欢去弘扬 这个广东文化和粤语文化 所以我都很开心 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互动 我之前说到的 用唱歌来教大家广东话 以及做了一些广播 来教大家广东话 其实这些都是放在一些中文的网站 而且都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做的 到了我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想的是双科学校 我们班上很多美国的朋友都会说 因为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很好 我想以后去中国发展 我听了一个同学这样说 他就说我很想学中文 那我就跟他说 不如我教你吧 那我就开始了这个 Insperland的网站 去教大家中文 从小到大 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个作家 然后我就想 我很想写一本自己的书 所以到了我很想写一本 广东话的教科书的时候 我就很幸运去到北京去深处 去学习中文和中文教学 从小到大 其实我最想写的是小说 或者是短篇小说 所以我就决定了用一个故事的形式 去和大家写我的第一本书 这个Learn to speak Cantonese 1 内容就是这个男生 为了去和他的女朋友的妈妈去聊天 所以他就去学了广东话 然后这一本书就是他有十个chapter 十个单元 里面就说了他一天所发生的东西 他用了哪些广东话去沟通 这本书的题材是有我自己的经历 还有也有很多学生 譬如他们的男女朋友 老公老婆是广东或者是香港人 然后他们就为了和他们的家人沟通 去学了广东话 这是第一本书 首先谢谢大家的支持 对这本书的支持 还有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 这是第一本书 现在我刚刚写完了第二本书 Learn to speak Cantonese 2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预订 还有现在预订的话 还会收到我免费的ebook 希望你们在这影片里 都有学到一些新的中文单词 还有句式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加我下一期的广东话课 因为这是在zoom上的网课 所以只要你是时间对的话 在哪里都可以参加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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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